吹风机有电磁波耶 那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我们生活当中到处都有电磁波 这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有电 势必就会产生 虽然电磁波处处都存在 但要怎么样去做到与他们共存 是有方法的 来到了我们的电磁场体验区 电磁场体验区呢 是我们个人最怕的是 家庭里面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是不是对我们人体有 这些的电磁波的干燥 造成身体的病变 那我们电力公司有提供了 这一个电 慢毯电磁波 那我们简单二要的 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家庭的电器产品里面呢 最简单的就是说 我们电脑经常在使用的 我们电脑使用方面的话 因为电脑它本身 一粒方面会产生一个电磁波 我们最主要是说 我们不要太靠近这个电脑 因为靠近电脑以后 它会产生我们本身的 那个磁场的强度 那我们电力公司提供了 这个电磁场的测试仪 那我们先上来看一下 我们最常使用的电脑的测试 我们现在看到电脑 现在里面的荧幕的话 是五十四十七 那会不会造成影响呢 平常我们打电脑 没有那么近是这么样子 你看背景只是这么一点点而已 其实呢 这一点点造成我们人体的产生呢 是极少数的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电力公司 奉劝各位 或者是在使用电气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我们不要有长时间的使用 再来就是说 记理一定要拉开 就不会造成身体上的病变 这次台电也针对这项 息息相关的议题 做出观摩会 现场小朋友们也是听得如痴如醉 而且更把讯息给吸收了进去 那些家具有电磁波吗 微波炉还有电脑 那你自己平常有注意吗 有 然后我打电脑 大概半个小时 就会就把电脑关掉这样子 以免那个电磁波影响到身体 电磁波其实不可怕 只要多加注意 都可以有效地避免 只要我们多注意到 与电气产品的距离 以及使用时间上的留意 相信我们面对电磁波 其实完全不用害怕 东台新闻专文华台东报导 进行输专文华台东报导 进行输专文华台东报导 进行输专文华台东报导